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十二集 朱雀大街是一条宽阔辉煌的南北通渠大道 整个长安城的南北轴心 路面中央微微拱起 两侧有深沟 东西宽约一百五十步 路面附有一层厚厚的铲河沙 犹如一条青白色大江 将长安城外国城区分成长安万年两县 道路两侧种着高大挺拔的槐树与榆树 每隔一百步 还有一对东西对立的石雕 气势宏大庄严 这是天子遇到 老百姓只能沿指定的九个路口横穿 不能越线也不许快跑 文燃踏上这条路之后 只能站在队列里缓缓向前移动 好在那两个追来的浮浪少年 也不敢再遇到造次 只能远远在人群里跟着 文燃一路有惊无险的走到对面路口 常常舒了一口气 安人房里的贵人极多 府邸可以向街直接开门 不必通过坊门 所以从坊墙扫过去 一溜有十几座大的刁梅珠门 王家小姐的府邸大门 就在又起第三家 门下有四棵榆树 立有两尊中义石兽 与十二根大脊好认得很 王家小姐的父亲是朝廷大员 到了他那里 自己应该就安全了 文燃念及于此快步上前 当他快接近王府珠门时 那大门忽然嘎啦嘎啦 朝两侧打开 从里面驶出了一辆奇特的车子 这车子的拉承 不是马不是牛 而是两封白骆驼 车厢左右都是云木低栏 没有顶岩 一眼望去 似是拖着一张罗汉床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正扶在前栏向前张望 她头顶用银绳挽了个高际 身披翻领闭色长衣 足灯红云靴 看上去洒爽阴雾 文燃站在石兽旁喊道 王家姐姐 那女子探下身来笑道 呦 这不是文燃吗 你身上好香啊 隔着十里都能闻见 我定制的匠身云香带了吗 文燃正要解释 王家小姐一挥手 来 上车再说吧 文燃提起如群脚 纵身跳上车 车栏里摆着一张厚厚的阴毯 一排亮漆石盒里乘着各色点心 脚上还搁着个小巧的六脚熏香炉 一个侍女正小心地试弄着这些器具 炎然一副踏青野油的架势 王家小姐叫王运秀 她欲指一条 炫耀道 你来得巧 正好我新得了这一部汽车 正准备出去逛逛 这可是草原来的新鲜玩意儿 全长安城就这一辆 别人家可没有 来 披上这件胡袍 不然坐起来就没有气氛了 文燃本来要说自己的事 可王运秀显然对他的事不感兴趣 只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这车子的妙处 文燃知道 这位龟秀性子娇满 破号胡锋 不敢叫他的雅兴 只得接过胡袍披上 耐着性子等他说完 说话间 西车出了王府 转向南侧 沿着安人 光府 静善击访 一路躺下去 那两个扶浪恶哨 看见他登上王家的西车 不敢上前 又不能走开 只得远远坠在后头 好在骆驼行走不快 他们步行倒也跟得上 西车一过静善访 周围行人就少了很多 长安南城 不似北城繁盛 民居四贯不慎密集 显出几分荒僻气象 车子行至一出路口时 车夫忽然把骆驼停住 王运秀不满地问怎么回事 车夫说 降座间的人在修路 让我们绕行 前方确实立起了一块 写着外座的柳木牌 远处几个毯路半壁的 民夫脸蒙白金 正用木耙刮着沙土 王运秀冷笑 区区降座间的奴婢 也敢拦本姑娘的车 给我闯过去 文运正琢磨着何时开口 忽然耳边响起一阵沉闷的轰隆声 他转过头 瞳孔在一瞬间骤然紧缩 这里地势很低 在路口右侧的高坡上 一辆满载石料的五马大柴车 正飞驰而下 摇摇对着坡下的西车撞过来 柴车分量极重 从坡上冲下来就像一只 失去控制的疯狂巨兽 车轮轰隆势不可挡 文然发出尖叫 车夫急忙欲动骆驼 可仓促间哪来得及 柴车夹着急重急猛的风雷之势 狠狠地撞在了西车侧面 一连串木料开裂的巨响传来 西车被生生撞碎顶帆 整个车体倒扣在地上 顷刻间就被石块掩埋 这个意外惊动了附近街铺里的母猴 纷纷赶过来查看 那几个降座间的民夫忽然直起腰来 从沙土堆里掏出短刀 朝母猴们扑去 这些人绸缪已久 下手狠辣 那些母猴几乎一瞬间就被全数斩杀 一个恰好走过的卖果妇人转身要跑 一个民夫支出一刀 正中他后心也倒在了血泊中 这些民夫料理完午猴 聚拢到破碎不堪的西车旁边 西车两轮朝天 把乘客全扣在了底下 幸亏这车是低蓝身底 像盒子一样罩住了他们 而不是直接压下去 车夫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被压在两封骆驼下筋骨断折 眼见活不成了 民夫们把车子侧边的木板踹开 拖出里面的三名乘客 发现那个侍女穿着的女子已经丧命 其他俩人只是咒受冲击晕倒 一个民夫摘下脸上的白金 露出曹破岩的严肃面孔 哪个是王中寺的女儿 他问 其他几个人都摇摇头 表示分辨不出来 这两个昏迷不醒的女子都穿着狐袍 曹破岩抬起头 瞧了一眼远处慢慢聚集起来的路人 一挥手 没时间了 看下他们的手臂和头都带回去 慢慢分辨 曹破岩抬起 刀来正要跺下去 却被旁边一个叫 马格尔的狼尉给拦住了 马格尔是个粗豪大个儿 比曹破岩还高 诱沙贵人交代了 要捉活的 王中寺杀了他的儿子 他必须心眼看着仇人的亲眷死去 曹破岩喝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计较这些私人恩怨 带着两个活人 这是多大的累赘 搁哪儿去 马格尔回道 诱沙贵人说 有一处备用宅子可以 那也要占据多余的人力和时间 狼尉效忠的是大寒 不是诱沙的一己私利 曹破岩手腕用力 奋力砍去 不妨 马格尔也抽出刀来 当浪一声架住 曹破岩大怒 这个马格尔是他选拔进狼尉的 现在居然敢违抗命令 他正要出言训斥 却看到周围一圈狼尉的眼神 有些古怪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顶发已经被削去 严格来说 现在的身份 比草原上的牧奴还低 这些狼尉现在跟随他 是因为诱沙贵人有过吩咐 如果他和诱沙贵人的命令发生冲突 狼尉绝不会顾及同袍之情 因为诱沙代表的是大寒 曹破岩一心希望对大寒尽忠 讽刺的是阻止他的 却正是其他狼尉对大寒无可置疑的忠诚 对峙没有持续多久 曹破岩常常吐出一口气 把刀放下 马格尔如释重负 他太了解这位老长官 真要发起危来 在场的谁也拦不住 延州的货快到了 这是最重要的事 我必须亲自去接应 人质 你们自己送去吧 曹破岩转身离开 头也不回 马格尔也不敢麻烦他 连忙吩咐其他人 把文然和王运秀 拖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 四面挂杖的大车 迅速离开路口 在更远处 两个扶浪少年呆傻在原地 面对着半条街的鲜血 不知所措 贺之章再度走回大殿 他的脸上挂着一种微妙的尴尬 脖子上多了一条火焰状的束带 这个略显滑稽的造型 让所有人都忍俊不尽 却又不敢笑出声 贺之章看了一眼张小静 没多说话 静自走到李璧跟前 滴去一卷略显破旧的名册 李璧只是简单的翻了翻 立刻交给徐斌 静安司的书立们 又开始调阅各种卷宗暗读 大暗读术又运转起来 张小静双手暴毙 站在店口 有些放肆地盯着弹棋 他感觉既厌恶又无奈 真想狠狠甩一跃干过去 可又不能 因为这个猥琐的灯徒子刚刚创造了一个奇迹 贺之章和大萨宝的会面完全是张小静的主意 根据他的推测 突厥人应该是在怀远坊 仙慈有一个内线 冒充信众 狼卫故意逃去仙慈 是有预谋的 为了方便他的同伙 取走仿徒 仙教 相对封闭 信众之间彼此相熟 因此这个内线 不大可能是临时安插 恐怕已潜伏了一段时间 每一个仙教徒都要定期来仙慈 祭火 奉献香料 油脂与金钱 这都有记录 若想知道此人身份 最好就是取得仙教的供奉名录 有了这份名册 再和长安户籍做比对 凭静安司强大的妙算能力 很容易就能看出端倪 这就是为什么 张晓敬主动通知大萨宝 没他的配合 那份名册可不太容易拿到手 接下来就是如何说服 大萨宝配合的问题 声望重厚的贺之章 显然比李毕更适合交涉 贺之章尽管对张晓敬毫无好感 可是为了长安大局 他也只能勉为其难地 听一次死囚的话 那一番感动先正的言辞 正是张晓敬交贺之章说的 仙教的人对金钱权势不是特别在乎 唯独对能沟通教义者 极有知己之感 寻这个路数去游说 非但消弥了信众骚乱 大萨宝还主动配合 立刻派人去取了怀原坊供奉名录来 谭奇看向张晓敬眼神复杂 这个男人似乎早就算好了一切 连贺之章这样的人都不得不按他的规划行事 但现在才是最有趣的部分 谭奇饶有兴趣地想 贺奸会怎么处置他 是收回成命还是坚持驱逐 可先动的不是贺之章 而是张晓敬 他把手臂放下 胆了胆眼窝里的灰朝殿外走去 李璧眉头一皱问他哪里去 张晓敬似笑非笑 这问题不该问我吧 店里一时沉默 就连埋头查阅的书历们 动作都略慢了几分 贺之章咳了一声 庆安寺自有法度 不容一介死囚留住 但老夫对你并无成见 你今日功劳不会堂捐 在牢中有何要求不妨提来 那就送点纸钱吧 哦 这个要求出乎了贺之章的意料 我想提前记一记 即将死去的长安和百姓 听到这回答 贺之章气息为之一夜 他被这句话气得手都在抖 张晓敬呵呵一笑 昂首朝店外卖去 李璧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冲贺之章立声道 贺奸 此人于今日有大用 难道不可从全 贺之章缓慢 而坚定的摇了摇头 这是原则问题 李璧细眉一束 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印信 就要往桌上割 谈其大惊 公子这是要翻脸 以词官相邪了 为了一个死囚 至于到如此地步吗 这印信还未割下去 垫脚一个小力突然高声道 李四成 您您看这个 然后递来一束公文 李璧一看 连忙拿给贺之章 贺之章眼神轻轻一扫 双肩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 神情如遭雷击 这是一条训报 来自于严寿坊的街铺寻兵 街铺在珠坊皆有 百姓之间有了纠纷 或者看到什么异状 往往先报本坊街铺 为之训报 静安司为了及时掌握 整个长安城的动静 李璧要求各处街铺的训报 事无巨细都要来一份 有专人甄选分检 这条训报称 有百姓在严寿坊的桥下 发现一具男子尸体 经初步勘验 死者脖颈为巨力凹断 衣衫被掳 附近九四的尹克 已经辨认出此人身份 焦碎 长安城饮酒成风 其中有八人最富盛名 号称隐忠八仙 为首既是贺之章 还有李白 李世之 李进 崔宗之 苏进 张旭 焦碎等七人 焦碎是八仙中 唯一一个白身平民 贺之章 与他从开元初年起 变为久友 两人交易极度 贺之章没想到 居然在这时候 接到了老友的死讯 李毕沉声道 严寿坊附近 是永安北渠 正是我们怀疑 曹破岩上岸之处 焦碎的死状 与崔柳狼一样 只怕也是突厥人 下的毒手 这句话的冲击更大 贺之章眼前 竟是一阵眩晕 快扶住贺间 李毕不动声色道 盘旗赶紧上前一步 掺住贺之章胳膊 他感觉到 老人的手臂 在微微颤抖着 身子摇摆 他一直有风头炫的毛病 皱纹噩耗 竟有发作的迹象 幸亏靖安寺这里 杯有阴郁酒 赶紧给他灌了一杯 这药酒 是药王的方子 这大殿 也是药王故居 贺之章喝完之后 情况总算略见好转 可整个人 如同抽走了魂魄似的 毕竟已八十多了 体虚神衰 故有亡故 又最伤心神 贺之章挣扎着想起身 可头晕目眩 随之加剧 他常常叹息一声 知道这病一犯 便没法试试 他把李璧叫到身前 此间 值得暂且 扬仗长远你了 他停了停 又压低声音道 张笑静这个人 可用 不可留 一四郎为落网 必须立刻处置 否则 后患无穷 静安寺的敌人 绝不只是突厥人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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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